全體同仁奮不顧身 不免不休的救災 所以呢 哽咽忍不住紅的眼眶 台南市長賴清德交棒高聲隔魁 交界典禮上滿滿洋蔥 各局處搶拍照賴清德展現高人氣 但能延續到未來嗎 根據旺旺中時媒體集團民調 賴清德任隔魁50.2%支持 但能對蔡英文加分嗎 贊成的降到36.8% 低於認為沒有影響了37.4% 還有8.8%的人認為是口分 謝謝 不過對蔡總統的加分 因為還要再加油 該組大戲最強勁的只有賴清德 挑副卻微乎其微 只換上了副院長施俊錡 秘書長卓榮泰 國發會主委陳美玲 新管會主委顧立雄 經濟部長沈榮晶 絕大部分閣員留任 心通小圈圈中玩大風吹 其中還有飽受批評的外行領導內行 目前還是以穩定為主 那如果不行的話 一個會期的結束 可能是讓賴院長 很好的一個觀察期 國防外交的部分 這是民進黨長期比較偏費的 主要的專業的部分 這個部分如何去做加強 可能外界還在觀察當中 內閣改組換掉的閣員 一個巴掌就數完 民意不滿的穩如泰山 週五就要上任的賴清德 未來的政治度不可能再輕鬆打 記者王家慶王書宏 SM小組台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